出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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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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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7萬人濕濕碎 中國製造有毒水 這麼漂亮的景色 只釣魚怎麼夠 游賣水才是強國style 水這麼顏色 因為廠商亂排污水 抵過守規矩 中國國家環保局最近發表報告 檢查過二萬五千多間 天津山西等地 牽涉排放污水的企業 發現其中424間有問題 只不只這麼少? 順著它先 有問題的企業 主要是製衣、金屬和造紙業公司 罰了88間企業 加上613萬人濕 除開每間罰款7萬元人濕都不夠 賣多幾條牛子褲 條數都回到 那88間企業 有些連排污設施都沒有 有些就拿了政府資助 買排污設施 但是運動都沒有運動過 難怪強國這麼多牛奶河 現在我們的老百姓性性命可以歪掉 第一黨 第一黨要撕掉 要執政的 它沒有誇張的 在香港上市的大陸公司紫金礦業 早幾年排了9100立方米的污水 日福建的丁江 搞到整個上油污髒了 大量養魚死亡 漁民血本無歸 紫金礦業最後都罰了3千萬人仔 不過它去年賺成52億 3千萬人仔小事 住在溫州的他就更慘了 早幾個星期為了救人跳下河 喝了幾口污水 就搞到有肺病了 根據中共環境部部長所說 內地有一半市區的地下水污染嚴重 有專家甚至說 中國九成的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想在大陸安心喝水 看來都幾難